大家好,我是隐隐君,今天我们继续玩无尽噩梦鬼监狱 相信大家有注意到我手中的枪从一把变成两把 没错,那是因为我已经把技能点点满了 让你们看看一下技能界面 可以看到,我每个技能都已经升到最满了 OK,那话不多说,我们直接继续冒险 这个用餐区很大,肯定有怪,得小心一点 哦,看到了,在前面 这只的话,我打算搞偷袭 先等它走过去 OK,就是现在,偷偷地跟在它后面 吃我一脚 是厨房钥匙 先检查看其他地方有没有东西能拿 就是一些餐厅的用餐规则 因为全球流行病的关系 所以限制了餐厅内的用餐人数和时间 先进去左边这里看看 桌上有份报纸 让我看看内容是什么 超过90%的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未登记 总结一下,报纸应该是想表达疫情非常严重 这里就是厨房吗 厨房的话等一下才进去吧 餐厅内还有别的地方没看完 先检查一下再进厨房 左边这里有个房间没经过 是一间厕所 一瓶洗手液 一个回血药 再看看别的地方还有什么 这里有个东西 是一张钥匙卡 OK,看来没有别的东西了 OK,整个餐厅都检查完了 可以去厨房了 哎哟,有怪 让你尝尝我的双枪 哇,还有一只 OK,安全了 先捡一下东西 我可以去厨房了 看来有一把散弹枪被厨师藏在冷藏室 直接进去吧 里面有怪 而且是大只的 不过没关系 双枪在手什么都不怕 搞定 开始检查房内每个角落 哎呀 糟了 太靠近这个洞口直接进入剧情了 刚刚的房间还没检查完呢 看来有必要回荡一下了 左边这个房间没进过 不过不着急 先检查别的角落 是永久增加生命值的花 还有别的东西吗 看来是没有了 那直接进去那间房间 这个门需要用开锁器打开 哎呀 失误了 哎 有浪费一个开锁器 终于打开了 看看里面是什么 地上有把散弹枪 看来这里是冷藏室了 先捡一下其他东西 总感觉这个怪在装死 啊 看来是我想多了 散弹枪到手 冷藏室里应该没有别的东西了 散弹枪的子弹只有四发 所以先换回手枪吧 该拿的都拿了 可以下去了 OK 现在正式开始下水道冒险 先到左边这里看看吧 哇 感觉这地图蛮大 前面有一只怪 感觉后面还有很多怪 所以子弹省着用吧 给你们展示一下 我新学的技能 蓄力一锤 就用这一只怪 来展示一下这个新的技能 完美 把周围的东西捡一捡 OK 捡好了 回到刚刚的地方 呃 刚刚是从左边来 还是右边来 是从右边这个洞跳下来的 所以我们现在是要去左边 这么大的图肯定不止一只怪 让我看看还有哪里有怪 我直接统统杀完 哦 左边的走廊 有一只怪 说真的这双枪在手 还真的没什么能让我害怕的 好 继续前进 好 继续前进 前面又有只怪 过去解决它 怎么办呢 想省子弹 就用铁锤跟它干 还有 还有一个跑很快的 哎呀 不行不行 先往后撤 算了 还是用枪吧 结果还是得用枪 OK 先去左边这个红灯的房间看看 当我们看到这个有电影的房间 就代表我们快要进入新的章节 让我看一下地图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绿色的地方 左边这一片红色的区域就是还没探索过的新篇章的地图 B图刚刚显示这扇门后是控制室 进去看看有什么新的线索 是一本沾染血迹的书 书本上提到所有去下水道的维修人员都死了 由于死了很多人的关系 下水道被封锁 只有打开特定的开关才能进入 这扇门需要接上电源才能打开 OK 搞定 好 那今天的视频先到此结束 剩下的篇章我们留到下集再继续 那么感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